大火快炒鱔魚加上提味蒜末不斷翻鍋 把鱔魚的鮮和脆掌握得恰到好處 炒鱔魚是不少遊客来台南必吃的小吃 但价格却悄悄上涨 位在西門路上的鱔魚店 鱔魚意面根不再只是銅板價 从90元涨到100元 干炒鱔魚意面更是从150元涨到180元 原因是因为国内鱔魚越来越少 几乎都仰赖进口成本也跟着拉高 现在食材的话我们这种食材的话 都要那个活体的进来 所以在运输方面本身 他就会用站的比率就蛮高的 俯神小吃涨价的不只有炒鱔魚 知名咸粥店也跟着寒涨 咬起一大食的百米粥 接着再放入配料 这一大碗的食物鱼粥 可以说是台南人一天的活力来源 也是不少游客必吃美食 但现在鱼渡粥从140元涨到160元 原因是因为食物鱼市价越来越贵 现在上游炸一公斤是100元 比去年涨了快30元 价格我觉得还蛮合体的 蛮划算因为它料蛮多的 然后又很大一碗 当地民众还是很买单 只说这料多实在涨价也没关系 但就连最便宜的芋头汤也涨到百元 游客来台南品尝平民小吃 但价格涨到三位数 有网友就笑说 那就当出国旅游就好了 小吃不再是同板价 游客来俯城玩想来一趟美食之旅 得有心理准备 记者赖冠章潘颖文台南报导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